通膨緩解卻有更大的隱憂 聯準會說了 經濟會衰退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千涵 今天歡迎華信投顧邱鼎泰分析師 老師好 千涵你好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們昨天晚上是公佈了美國CPI數據 是比預期的5.1%還要低 0.1% 對那這樣的情況下 照而來講感覺應該是利多訊息 那可是財的感覺卻不是這樣子 到底今天的下跌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 好今年是很奇怪的一年 很多時候居然會有重疊的 譬如說上個禮拜公佈的非農數據 居然跟耶穌受難日同一天 這十幾年來只有出現兩三次而已 因為耶穌受難日不是美國的聯邦假期 所以那天還是要照常公佈非農 雖然股市修飾非農還公佈 那昨天也是一個巧合 就是很少遇到說這個CPI指數的公佈 跟上一次會議紀錄的會議紀要 同一天公佈也很少 所以昨天晚上 昨天美國股市投資人剛好洗了很大的三溫 因為盤前八點半就先公佈CPI 正如剛才簽行所說的比預期還差 表示說經濟情況通膨有緩解 但是有一個重點 核心通膨沒有掉下來 核心通膨才是重的 我說核心通膨很難降下來 我曾經跟大家舉例過 核心通膨四十塊起到五十塊 幾十年才漲十塊 你要從五十塊再降到四十塊 那個難度很高 那個就是核心通膨 租房屋的房價也是一樣 都一樣 你要漲電費 房東說還要再漲價 我跟你講 這些都是核心通膨 當然 有一個要浮動的 要不要提到就是油價 那我去年就跟大家講過 我們去年叫做抗通膨 今年的焦點是經濟會不會衰退 那經濟會不會衰退是從去年 通膨太高壓抑下來的 但企業成本提高 對不對 所以才有經濟衰退的儀利 目前走向經濟衰退的儀利 真的蠻大的 因為從會議紀要裡面 聯組會既然說 他們擔心銀行流動性的問題 警竅的問題 大家不一定放貸了 會有經濟的衰退危機 目前很多 各種指標都指向經濟會衰退 那就看聯組會接下來怎麼做了 好那聰明前找避風港 當然我們就來幫大家找避風港 第一個你要有那個 可能有空方的這個心態在 第一個 我們這次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複輸要大於空投 然後這個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做一個 情況來分析的 像複輸可能沒有辦法跟上來 那你大家應該注意到 大家都在裁員 包括我們國內無薪價都在增加 那企業裁員他怎麼可能還要 還要去擴產 連台積電都想要 減廣擴產啦 對想要減廣擴產 你就不會去借錢啊 那銀行賺的就是你借錢那個利率啊 那你存錢在銀行裡面 對銀行是要付利息給你的 是對銀行的一種成本 我們再看一下 好 那斯達克剛好這個 重要的支撐點 看能不能往上守住 不過至少他的 KD指標是往下的 好注意喔 好那廢半呢 剛好達到 廢半50是移動幅度就不可以破 因為這是美國重要 就好像我們的季線一樣 好我們再來看 那標普呢 底下這個字很重要 剛好兩個很重要 我說4150過了 伸頭一刀 縮頭一刀 讓我翻多把 我昨天看到 以為他會過 因為盤前股市大漲 起子大漲 結果這個我就沒有了 大家注意到 空單已經創11年新高了 今天最主要講這個 這個黑天鵝指數 大家先瞄一眼 在我的台股新攻略 時間比較多 我幫大家做解釋 大家知道他建幾個高點之後 有沒有 股市都有下跌的危機 半個月之內 大家注意一下 不輪退原油 我們在講說這個通膨不是緩解嗎 不要忘了 它緩解是上個月的到3月31號而已 可是原油是在4月初 才開始衝上來的 所以 真的會緩解嗎 這個真的要打一個疑慮 那你通膨沒緩解 又可能會升息 升息會造成經濟衰退 這種惡性循環不斷不斷的在增加 這樣聽不懂 所以現在風險很高 好 那這個美元指數我說走長空 走長空的話 對於 黃金 你看紐約奇金 主要用上升高 也許大家同學都知道我在講 9955的 加隆跟金益鼎 對不對 他們今天沒什麼漲 放心 美元都要看長空 這個就很快又要大漲了 而且全世界央行都要加碼 加碼買黃金 來 那特斯拉呢 我之前 我的節目上有提到過說 大家要注意到 國際股市的內容 事實上 像標普的漲這一段有沒有 就是那五檔六檔在漲 在漲而已 你看他 他不太對勁 注意到他的弟弟在那邊 那個位置賣股票厲害吧 親弟弟 他叫金巴爾特斯拉 親馬斯克 那他去上次賣股的話 特斯拉跌了一半 這個要小心 那中國大陸這個也要留意 是很潛在的利空 潛在利空 中國大陸 剛好到明年1月13號 就針對我們政治問題 選舉的問題 來 價錢指數 慢慢的開始有點要 盤酒必疊祥也知道 那今天是空頭 空頭轉折第一天下跌 注意喔 那台積電呢 台積電破了季線 請問我們家庭指數破季線合不合理 合理嘛 我們現在 目前在15400點附近 好 那日月光你看 一根就把一兩個月全部吐光了 這是大股票喔 創意呢 就看他1000塊 1000塊守不住的話 我看你這個愛補要漲到什麼時候 因為他基本面最差 他是取巧的股票喔 那南電呢 我們從280就跟大家建議說賣股票放工了 對不對 雖然沒有不是最高點 你看很漂亮 我的前面上都有提到過今天一根黑棒了喔 好那宏傑科呢 宏傑科這個要隱瞞一下 我們今天在這節目上有沒有 都會跟大家提到 頂太豐台股 嘿嘿嘿 對對對 剛才大家講這段 那祝龍呢 是我跟大家講說 唯一做多的 在這個金工概念股 我們 前兩次的那個頂太豐台股提到這檔嘛 對不對 你看早上來了 那這是可以做多的 那漢翔呢 最主要是漢翔 漢翔是軍工概念股 他是他領頭養 以前漢翔很難做 現在是OK的 好那 黃金概念股請你放心 就這兩檔 請你放心 你就長線持有 到目前為止我們跟你講的家外 到現在也都是在強力獲利當中 慢慢的做 或許就是 去年有跟前兩年有跟大家講的那個 雷虎那個觀念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是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的最新消息 就要趕快加入老師的Line 和Telegram喔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 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 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